我都留意到一些在香港犯了事的通緝犯 逃離了香港 潛逃了之後就去了外國 仍然繼續做一些危害國家安全的事情 他們以為人們不在香港做這些行為 我們有內懼不可 但其實他們從事這些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其實我們是有一個域外的效力的 這個國安法 日後這些事情我們全部能夠取證 都是能夠有機會將它檢控 雖然他們現在目前就不在香港 在他們那些外部勢力的主子的腳下 在這裡是張牙毛爪 胡家虎威 他們就出賣了當初是香港一些 信採了他們的年輕人 但我相信他們只是暫時有利用價值 就被這些外部勢力 就當他們是一些寵物的樣子養 有利用價值嘛 但當有一天他們的利用價值是沒有了的時間 這些人只會變為棄樽 這些曾經出賣過別人的人 亦都會被人出賣 我很相信知道他們犯了法 無論是隔多久 無論怎樣艱辛 我們都一定是有證據 是有方法能夠將他們乘之於法 我選擇過去的反送 我會認同